想 接吻吧 哪有你这样的呀 我不 不要不要的 即使是在看预告 也能够狠狠的磕到了 当然这与他们高超演技密不可分 因为有演技爆棚 又活泼可爱的杨子参与其中啊 而且他将恋爱中少女的喜怒 表现的淋漓尽致 更是为这部剧锦上添荒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 身为男主角的李线 在剧中的演技 也丝毫不比杨子逊色 他的霸气 还有对童年的宠爱 各是让他吸粉无数 他也凭借着这一部电视剧开始走红 这也是他们两个人的第一次合作 其默契程度啊 却不亚于老搭档 片场呢 各是欢声笑语不断 丝毫没有一点尴尬 我们还了解到 李线和杨子之前啊 是老同学 两人都毕业于北电表演系 但是在节目上 杨子坦白说大学 有关李线的事啊 很多都不记得了 但李线呢 却记得很清楚 杨子一下子通红了脸像 李线求饶说 献哥我对不起你啊 俩儿在学校的时候 还一起共同主持过 学校的中秋晚会 这事好像某人忘记了 我对不起你 我真忘了 很多粉丝和网友 都非常看好杨子和李线 希望他们的关系 能够跟进一步 如果童言夫妇 真的能够走进现实 相信许多粉丝都非常乐意 但是在这一部剧 合作结束以后呢 两个人并没有因为 舆论而停止互动 相反 李线和杨子的关系呢 也并未受到外界的影响 私下两个人性格也非常投缘 让许多网友都非常羡慕 在一次采访中 杨子就被记者问到了 关于李线的一些话题 其中就有问到 谁是剧组里面颜值最高呢 杨子毫不犹豫的说 李线是最帅的 记者呢又接着问 那最受不了李线哪个缺陷呢 他随口说出了三个字 没缺陷 把记者都填到了 看来在杨子的心中 李线还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好朋友形象 而和杨子相爱相杀的李线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被记者问到 是否对杨子心动过 李线面对记者的提问 十分淡定的说 你让我对我的兄弟心动 太过分了吧 默默心疼杨子两秒钟 又将一位又帅 演技又好的流量小声 变成了好哥们 但是李线能够如此回答 也在很多李线老粉丝的意料之中 但是虽然是开玩笑式的口气啊 却让很多CP粉表示心碎 这就意味着杨子与李线 仅仅是剧组的CP 希望两个人只是好兄弟而已啊 杨子呢也曾经表示 他们现在是身后的革命友谊关系 据透露这段时间的李线 正在努力沉淀自己 为下一部影视做好准备 而杨子与肖战的 《余生请多指教》这部剧 也准备开播了 期待他们的精彩演技 孙宏雷曾经公开评价杨子 说杨子这孩子啊 情商智商都高 而且他知道感恩 很感性 他是替别人当垃圾桶的人 真的是娱乐圈里 有着真性情的孩子 大家是否也喜欢 这对有着革命友谊的好朋友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底下留言告诉我哟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